是 那我想听听你会讲什么 我想跟18岁的我说 演布兰师歌的时候 别忘了戴谱子 他是要弥补的那一位 他是要弥补的 但是有一次 因为我们唱合唱布兰师歌 我们呢在音乐厅里 就像大家这样坐着 但是相当于中间这一个区域 是我们合唱团的人站的 然后两边呢 其实都是还是有其他的观众的 我站在最边上 我拿错谱子了 我拿成了被酒的谱子 然后我就 别人翻一页 我就翻一页 别人翻一页 我就翻一页 然后 然后但是旁边 我就感觉到有一个阿姨 眼神一直是这么看着我 她心想这是我熟啊 因为我离她太近了 就一个走了 就大概就这么近 因为其实我要出声 她应该是能听见的 但我是没出声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那个谱子呢 比布兰师歌的要薄 别人没翻完 我翻完了 我就是一直站着这样看 趁她不注意 我又翻到了第一页 再来一次 从头再翻 再来一次 那次真的太尴尬了 在台上站了得有 一个多小时 那是我人生中的至爱时刻 看见了吗 你们的偶像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篇 是 那真的太尴尬了 真煎熬 所以我是想 跟我十八岁的我说 不要忘了带布兰师哥的谱子 谢谢 看出来是个心理阴影了 是吗 嗯 嗯 嗯